今天是2020年6月23日 過了父親節兩天 一般人說父親節是每年6月第三個禮拜日 其實這就是西方的父親節 我和大家讀一篇文章是關於父親節 她的題目是6月20日並不是中國父親節 亦是所謂父親節的副題 我和大家讀 她說關於所謂父親節的文章開始拆平 實際上很多人連這個日子什麼都未搞清楚 只是跟風 不知道這是美國的父親節 什麼時候中國人將他變成了智日呢 只能說西方文化實太具入侵性 1972年美國總統先簽署正式文件 將每年6月第三個禮拜定為全美國父親節 至今不過40多年時間 成為很多無頭腦的中國 Hilavuru 跟風要過的楊節日之一 還要珍珍有詞 要有禮儀感 這個節日存在的偉大意義雲雲 要知道中國早在1945年 正式設立了全世界最早的父親節 今天被很多人遺忘了 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美國的父親節是由於美國華盛頓州 一個斯波坎的布魯斯多德夫人倡議 目的是紀念自己的努累而死的父親 威尼斯馬特 1966年美國簽署總統公告 宣布當年6月第三個星期天為美國父親節 直至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才正式簽署文件 將每年6月第三個禮拜日定為全美母親節 並成為美國永久的紀念日 相對於美國來說 中國父親節更加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意義 正式設立的時間比美國更加早 中國父親節是每年公曆的八月八日 又稱為八八節 在1945年由國家正式宣布設立 是世界上最早正式設立父親節的國家 中國父親節具有以下的文化意義 第一紀念文化的意識 1945年8月8日 全民抗戰勝利的曙光已經昭然奈 上海有志之士為了紀念在戰爭中為國捐虛的爸爸們 特地提出父親節的購賞 於是上海文人發起了慶祝父親節的活動 市民立即舉行慶祝活動 戰爭勝利後 上海市各界名流紳士 聯名請上海市政府轉請中央政府 定八八鞋陰八月八日為父親節 政府對這個請求十分重視 特地開了會討論 然後正式確定八月八日是中國父親節 文字上也有文化意義 八月八日是兩個八字重疊 再起形成了副字 文字發音的諧音 巴巴和八百也是術又合的 所以既有創意又順口 又人耳機又響良 所以大家記住 以後我們香港應該慶祝八月八日父親節 第三有濃厚的中國校文化意義 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校文化 一直在移萬浸淹在中華大地 校的思想理念實踐 無處不在無事不在 當年社會各界名流 好像吳智輝、李伯、潘公展、杜悅、生等人 倡議設立父親節 亦弘揚中華校文化的體現 八月八日與中國悠久的敬佬 九月九日重養 亦遙相呼應 展示文化自信 弘揚傳統文化成全 敬佬的傳統紀念長輩老人 等中國自身的文化成全 走出人們的生活 並且充滿新機地走向未來 令我們傳統職日的文化更加豐富多彩 意欲深厚是我們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現在沙沙的西方父親節 對鍾薏儀大多數是跟風 睡得覺就過去了 做生意的就乘機炒作 但有不買我的東西 不來我的餐廳吃東西 或者不煮飯我的信息 就不是孝子 其實留在心處 應該是我們的傳統文化 好像養不教父之過 父愛如山 或者父之美德 子之遺產等傳統思想 要將這些深入我們的骨髓和靈魂 就好像古人造詞的父子一樣 形象解釋就是 父親的角色定位 堅僅疑 慢開兩隻腳奔跑造事的人 尤其我見千年傳統的中華文化內涵 不會以自由負荷而轉移 目前世界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父親節 俄羅斯每年2月13日 德國每年5月31日 韓國雙親節5月8日 巴西父親節每年8月2日 希望現在中國政府正式發聲 將早在1945年全民抗戰勝利戰績 確定的每年8月8日的中國父親節 正式定為國家的節日 讓我們全球華人共同慶祝我們自己的父親節 宏洋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這個應該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復興的重要一部分內容 讀完這個之後 我會和大家再讀多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就是在初初有父親節之時 被人要求為父親節而寫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發表在1944年5月1日 離開現在已經80年多了 亦是一篇文章寫關於他父親 作者叫王中江 題目就是沉船上的父親 跟大家讀一篇文章 在營光網上大家會看到這個字出現 但這個很明顯不是文字版 他就這麼寫 他說一個編輯朋友來電話 正在準備做一輯父親節的文章 要我寫一篇 這個父親節屬於西方的禮族 作為一個中國人 人子人父從來沒有過過的 這個值得倡議的好日子 應該富耳求同 這個作者本身是1921年 已經是五四之後 而我家裡和我自己身上 亦都不再封傳的厚度 尊敬父母 孝信父母 亦都可以說孝的孝 信則未必也 他父親是一個沒什麼重要的人物 無須列傳 但總要報上家門才能夠說明 他什麼無關重要 他的父親是王曾銘至術西 小名是阿貝 浙江里安人士 據推算英國生於1887年 江水13年 其父和其祖父的軍為清漢林 我父親是清末留日 學奠基在東京高工 畢業之後 竟然也趕上進入了最後一科的 楊漢林 入民國在北京電話國任工程師 兼工大的教授 1932年 原職調去青島 1934年死於湘寒 一生恥無大事可忌 但對自己的子女影響 性格形成 還是非常重要的 他死時只有47歲 我是長子 13歲 現在我是73歲 一別六十年 記得我和妹妹 中英弟弟 中樂等 在官前守寧 四叔自家鄉 來到賓喪 他長得跟我爸爸好似 一進門 就被小弟中漢一眼看見 那時候他才三歲 直奔上樓 向媽媽大聲說 爸爸又回生了 他清脆震耳的聲音 至今由在我耳 爸爸當然不能再回 那些日子我經常夢見爸爸 我夢中對他 說 你是爸爸 可事你到底死了沒有 我還是有點怕 從此之後 他又未再入夢 六十年過去 我好像忘記了他 但我時時記住他 我從小到這 都愛吃的東西幾乎 他帶我去吃的 從北京街頭的熱油炸鬼 去到南美的吃飯 鹹豆漿 以至日本料理的雞掃燒 我尤其記得他帶我去看 那個經劇 從梅蘭芳、楊小柳 直至陳德林 拱雲浦、黃長林等等 我日後以戲劇為終身的職業 源於此 我在學校同學會上 演過經劇、畫劇、甚至歌劇 父母、父親都說 我是最早和最熱烈的觀眾 他對母親說過 不如乾脆把老大 送去庫蓮城或者戲校 可惜我的喪子是破裸 聲音不好聽 我不是應該屬於書向世家 但父親從來沒有命我讀過任何一本書 又是他 多次帶我和老二 老三、老四、小妹 還小 去一些地方 那些地方有書譜 商務、中華、世界等的諸大 書局 順便都會買些書 然後喝兩碗酸梅湯 這就是他爸爸的新教 那些地方 他認識到葉圖勝、安圖生、謝冰心 周氏兄弟、愛的教育、十五少年等書籍 他父親是讀電機的 不是學者 亦都不是自文史 書房裡的書籍並不多 但又有兩大箱 黑漆紅字的四部被要 分層經史指責 我亦都難以無私自託 但總算從子得子的世界上 曾經有孔、孔、莊、信、李、道、太史公等等 書架上還有一大套具注 最重要的是日本精美印刷的世界美術傳集 這也可以說我對美術知識 以及美學觀的起點 遺憾就是這也是自己的頂點 其他重要的是 還有兩本具冊 就是氣巧 一套十幾冊的福然漠詩 爸爸從來都未要求我讀什麼 甚至對我的課本也不多說 至於我爸爸死後 親友附執 偶然對我這個老大說兩句 說這輩子要好好讀書 我竟然覺得是一個 從所未領教過的訓誡 我亦都未聽過我爸爸 在日常講話中 有什麼政治術語 諸如最通常的民主自由之類 但是看來他是極端民主和自由 又不是放縱 對子女還有一些家教家序 多數是以新教代替現教 甚至不顯 我們家裡的家風 相傳至今 對民主和自由的成相 但對極端民主和自由之類 也從來沒有任何幻想 當然父親身於私勢 也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 我很小時候聽媽媽說過 爸爸留學日 回來的時候 本來就是要去南門工作 那時候可以賺到大錢 但是爸爸堅持要回北京 他留日甚通日語 有不少日本朋友 有一次媽媽跟我看爸爸的相片 幾順的時候 說是從北京到青島火車上面 聽到日本人交談 明目張膽地說要侵略中國意圖 爸爸極之憤慨 記得他有一次在呼善對我們說 爸爸要參加共產黨了 當屬棄然 但亦出有因 以上所說都是很繁瑣 唯一一件可以稱謙其語 就是 我爸爸曾經遭遇沉船 我已經是淹沒分死了 被打流救活 這次可惡 爸爸真的回生了 那時候當然沒有我們 那時候還是小時候 聽媽媽告訴我 後來他也交給我一篇 我爸爸得教後報紙上發表譴責當局 尤其是韓正的文章 是一個號外傳單次的單頁 半文半白 極為慷慨擊我 這是我見過 也都保存唯一父親的一言片語 識別於文革抄沒 我至今隱約記得零聲的語句 當時跟我母親 當時跟我母親 尚未結婚 她是在上海或者是在寧波 沉家門乘風逆官逆商的商標 招商船輪返鄉去溫州準備成婚 我大白同行 海上風聲氣落 大家又與另一艘商船碰撞 令到船難以靠攏 居然掉頭而去 父親所在的船 救生艇又多層舊難以操作 僅放下了一艘 旅客紛紛一湧而上 我父親服侍其兄長登艇 又幫助一些魯魚登艇 或者失鞋落母 或者抱不動的鞋子 一一要我父親相助 父親軍援之以守 他目送救生艇離去 自己又截回船艙 帶上受人之託的信件 因此天寒加上一艘 屍面舖 我走出船艙 終見遠去的救生船沉沒 腳下的輪船也佔下沉 他自己攀登圍頂 抓住圍桿 中蘭九尺墮落大海沿沒 幸虧就是他回船 撿到封信時 加上一艘屍面舖 認得浮沉取終 據說後來守沉全職 要在尋找無望返岸時 一掌打中就浮起了他 得到才是得救 父親在文章上提及 自己未得保存 長兄有愧有罪於長嫂 家鄉為已故前妻的兩個幼女 代併之妻代家 他激烈地譴責當局的弊端 又提到危急之際 船上朱姊妹 譴他代為好孩子提鞋 他是金應做姊妹們的老伯 他說自己 之所以能夠自身自我 由於小時讀過 《魯品信漂流記》 在早已消失的母親的聚述 入面 父親的文字入面 這次沉全經歷 所顯示的父親 是臨危不亂 助人為樂 貧擊有時弊 貧擊時弊 這一切我都無以明知 或者可以說 父親的神傳精神 有形無形的 我和我的兄弟 姊妹們 我們做人 我們各自小小的幾十座一生 寫在1944年5月1日 很明顯 那時已經在中國 有人提倡 要搞一個父親節 我們都知道 前文說了 父親節定在8月8日 這個文章寫 應該就是第一次籌備 這個父親節的時候 編輯門想做一個 父親節一集 寫了一篇文章 我會和大家讀 花那麼多時間 其實也是回顧我自己的父親 我自己父親 亦都和這篇文章的父親很相似 爸爸對我沒有什麼要求 從來都沒有 我讀什麼書 他都不多理 這個完全一樣 但是家規總是有的 好像吃飯 就算我們是幾兄弟姊妹 一碗粥 半個濫角 我們都要叫爸爸媽媽吃飯 叫兄弟妹一起吃飯 才動快 這種小家規 我自己搜不到 但是我也很印象深刻 我也都在印象之中 爸爸從來沒有打過我 我也是長子 爸爸的經歷之中 也有一段 我小時候已經很喜歡 那塊肉 那塊肉 就是他碰得來的 因為他當年行軍的時候 看到路邊有個老人家 求他給他一口水喝 我爸爸停下來 給他一點水喝 喝完之後 那個老人家 堅硬把這塊肉 塞在我爸爸的手裡 當時他都沒有什麼 心裝在 隨手放在空前的袋裡 那天行軍到 到晚上到了軍營 休息的時候 發覺自己前空的衣服 有個子彈滾 而那個肉 正好在那個位置 那這個肉 就變成了 我爸爸的故事 所以我也可以跟這個作者那個 說出當時的中國人 當時的年輕人 的確是有非常之濃厚的愛國 愛別人 載人的精神 他們在很艱難的情況之下 好像我爸爸行軍的時候 水是一個非常之難得的東西 你帶著多少水 你就整天了 一樣停下來 為一個完全不懂的 街邊的老人 給他一口喝 當然事後 那個老人的下落 不知道 因為他要趕著行軍 但是 亦都反映到 當時的世界是怎樣 我爸爸也都跟這個作者一樣 我爸爸是去印尼賣豬仔的 但是他就很本事 在印尼創業 亦都聽說是一個高官 所以 終於就是 有些身家 結果就是回鄉 杜曼年 將 他的最小的兩個兒子 我爸爸是排第八 所以 我爸爸是白叔 然後我有一個七伯 七伯 七伯和白叔 兩個 帶回鄉 陪他 杜曼年 陪他 杜曼年 很可惜 七伯 在 中國 小時候 打了中學 在一場足球賽的時候 在一場足球賽的時候 吃了一個球餅之後 就把人去世 所以 我爸爸是陪我 爺 過世的 而 他的 哥 前面還有六個哥 那就 沒什麼印象 因為 他很小 陪我爺 回去 因此 我爸爸這一邊 對於 我爺 所知不多 到 我爸爸陪我爺 回鄉下的時候 他年紀更小 所以 對他幼時的認知 他已經幾億好少 所以 我只能知道 我爺 曾經 風乾過 我爸本身也是在中國國內讀書 那時候 應該 已經是陽學 所以 我爸爸是 一個中學教書師生 教書 後來 就從軍 從軍之後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就 到香港 然後 就 照顧我媽媽 變成我在香港出生 這樣 現在 讀完這兩篇文章 也是我想起我爸爸 所以 和大家分享少少 好多謝大家